现代版的《农夫与蛇》正式上演,据恒大健康HK070810月7月发布的公告, 贾跃亭已向香港仲裁中心提出仲裁,要求撕毁双方所有协议, 曾把贾跃亭从破产边缘救回来的恒大,却被摆咬了一口,据公告, 恒大子公司时已于2017年11月30月于贾跃亭控制下的FFTOP, 公司签订合并与认购协议,恒大在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, 扎合资公司45%股份,按照协议约定在2018年底前支付8亿美元, 2019年支付6亿美元,2020年支付6亿美元,恒大在2018年5月25日已提前支付, 完毕2018年底前,因支付的8亿美元,恒大本以为可以坐等FFTOP1顺利量产, 没想到本来的竟是贾跃亭的资金告急通知。 2018年7月,贾跃亭提出恒大的8亿美元以基本用栏, 要求恒大在提前支付7亿美元, 恒大为了最大限度支持合资公司的发展, 与贾跃亭签订了补充协议, 同意在满足支付条件的情况下, 可提前支付7亿美元, 贾跃亭利用席在合资公司, 读书董事席位的权力操控合资公司, 在你达到合约付款条件下, 就要求恒大付款, 并以此为借口于2018年10月3日, 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, 要求剥夺恒大作为股东享有的有关融资的同意权, 并解除所有协议。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, 这两项要求匪夷所思, 前者等于贾跃亭可以随便借卖合资公司股份, 贪薄新是恒大股份, 后者无意于撕毁协议, 替恒大出局, 恒大是贾跃亭的救命恩人, 贾跃亭却对恒大忘恩负义, 不排除是贾跃亭再难以如期对限量产承诺, 可能失去控制权的背景下走的一步险席, 恒大在公告中强硬回应, 以履行相关协议线下的责任, 以聘请国际律师团队, 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, 恒论恒大在相关协议下持续享有的权利, 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, 我们相信上市公司公告所陈述的内容一定是客观真实的, 事实上, 在此次翻了横打钱, 贾跃亭就已经臭名昭著了, 此前媒体多次报道, 贾跃亭腾挪资本投空上市公司, 挪用子公司资金至其濒临破产, 脱欠众多供应商款项不还, 把孙红鞭坑到当中落泪, 八次被列入失线被执行人, 被逃避把律责任逍遥海外, 等等列行充分凸显出贾跃亭品行卓业, 自私自利, 毫无诚信, 被信弃义的老赖克制, 而此次贾跃亭向恒大公软爽来, 是否会自掘坟墓, 让我们拭目以待。